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人的迭代更新很快 老一人一天天的老去 新一人一天天成长 在95后这批新一人当中 王一博的多才多艺 不仅是一道亮眼风景 更是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王一博的逗趣可爱 在湖南卫视综艺节目 天天向上是出了名的 时常被大张伟和汪涵调侃 宠溺 作为老大哥的扎张伟和汪涵 也确实非常照顾这位年轻新秀王一博 王一博的野路子兴趣 献学献卖一般人学不来 恐怕很多人不知道 王一博现学献卖的才艺来源于 他现场超强的综艺感和模仿能力 王一博不仅喜欢玩滑板 赛车 跳舞 而且就连跟艺术不怎么针边的魔术 都玩的特别溜 王一博最欠佩魔术师的简伦岩 一直都是把简伦岩当成 自己的精神偶像一样来学习的 当他通过网络视频 看到自己的喜欢的精神偶像 简伦岩之后 然后又给自己表演精彩的扑克魔术爬的时候 王一博的表情都是惊呆了 看得是一惊一愣的 实在不敢相信 还不忘记给最喜欢的偶像魔术师鼓掌喝彩 王一博平时有时间 就会看一些摩托赛车滑板 包括魔术小视频 他总能够从中找到一些 让自己尽快上手熟练的窍门 这不得不说 是王一博跟其他艺人的宇宙不同之处 王一博从出道至今 参加过的赠益节目 比他出演过的影视剧和音乐单曲还要多 要说王一博作为95后同龄人当中 最无法取代的才艺 自然就是唱歌舞蹈以及职业摩托车比赛 王一博的演技 从目前出演的影视剧作品来看 很难综合评估 但是发展前途一片光明 在国内新生代艺人当中 娃尔也路子兴趣爱好 没几个艺人玩多过王一博 他总喜欢一些很酷尬的事情 在许多热爱王一博的粉丝 观众的眼里 他就是全能酷尬 就连照顾孩子都很体贴 细致如微 2020年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 王一博在台上施展了自己的扑克牌魔术表演 让在场的汪涵和何炯都未知尖叫喝彩 王一博的魔术表演太精彩了 让人看不出任何破绽 开称是专业的魔术师水平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勾 当然王一博玩魔术用不了十年勾 只是背后离不开反复的模拟练习 虽然说王一博给人的感觉是一副高冷的样子 但是最熟悉了解他的汪涵 大张伟和炯都知道 王一博是一个特别逗趣可爱 又酷又帅 表面冰冷 内心炽热的人 许多粉丝观众看王一博的综艺节目 都是想要寻找一种轻松刺激的感觉 王一博学什么都比一般的艺人快 除了文字创作方面的事情 他不擅长表达之外 其他是又酷又快的事情 大部分都难不倒他的 王一博的骨子里有一种爱动的艺术细胞 他就不是那种安静看书学习搞小说创作的料 自从王一博7月18号参加由优酷举办的 这就是街舞3大型街舞竞技节目之后 几乎每次都能看到 王牌队长王一博在台上的精彩表现 和给选手的纪律点评 王一博作为这就是街舞3年纪最小的王牌队长 非常懂街舞文化 据悉有网报说 王一博在这就是街舞3当中 Battle输了怒怼导演 其实这纯属于无稽之谈 不过是有人想要造谣声势 想黑王一博罢了 王一博绝不是那种输不起的人 他很尊重结果 再说了胜败乃兵家常识 王一博不会输了就会怒怼导演的 做有损于自己形象的事情 这不是掰石头夹自己的脚吗 尽管说王一博给人的感觉有些高冷 但是接触久了很多人对他印象都挺好的 都说他是一个认真谦虚 低调自显 非常阳光帅气的艺人 如果你真爱王一博 就不要听起谣言 就不要用耳朵去了解他 如果你不爱王一博 也请不要故意诋毁伤害他 做个理智文明的吃瓜群众就好了 无论如何 我始终相信 王一博是无辜的宝藏男孩未来可期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众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